给蚂蚁加餐啊 牛头蚁的话好久没管了 今天给他换了新潮 虽然说换潮的时候玻璃翻车了 但是我还是给他先换过来了 这边玻璃9块 等会重新重新做9块玻璃 然后用这个因为这个玻璃磁铁是 膝带上面的嘛 等下换成就是那种不粘在玻璃上的磁铁 就玻璃直接放上然后磁铁直接放在上面 这样子的话他刺激就不会乱了 咱们来现在喂一下牛头啊 牛头的活动区的话我没有给他涂放槽 然后咱们来喂一下 现在这个槽活动区大 这样子咱们 喂樱桃蟑螂的话可以看到牛头的捕食 咱们先喂个三个四个喂个四个吧 喂四只蟑螂 这边这个跑出来了 我感觉这个牛头抓着樱桃蟑螂估计还有点小困难哦 他们能抓到这个樱桃蟑螂吗 来了 牛鱼感觉抓着樱桃蟑螂抓的有点费劲呢 这边这只樱桃蟑螂被牛头给抓住了 牛头用他屁股上的尾针给他 注射毒液 这只樱桃蟑螂应该算是废了 牛鱼的话的体型大但是这玩意单兵作战 所以说捕食 观赏性的话感觉还没有收获以观赏性要强 但是 牛鱼因为体型大樱桃蟑螂的话基本上就是 一只牛鱼就能把一只樱桃蟑螂给抓住了 他们注射完 毒液之后这个猎物就会被麻痹掉 好